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主题略探时 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是 《基督教音乐时工巡礼》第五集 今次介绍的是艾远的诗歌 英文叫艾远Praise 今次和以上四集很不同 分成三部份和大家分享 分别是时工缘起和简介 第二是文学作品简介 第三是诗歌歌词欣赏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会有文学作品简介呢? 因为艾远本身是一个很全能的文化艺术创作人 文学也是重要的一部份 艾远不是真名 真名是你自己去查考 艾远是生于香港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和香港大学中文系 浸会大学中文系 和中国神学研究院文学艺术音乐创作人艾远博士 他热爱文学艺术和音乐 曾经从事文字教育传导工作等等 现在成为自由创作人 他出版包括 有个人的音乐专辑 例如《不识的呼唤》 《无人及你》 《传奇》 和《为你颠缺》 艾远可算是一位 他称得上十足十的基督徒文艺人 他进修中国文学 也读过神学 做过传道人 而最后 清除我神的呼召 由一个传道人 变成了创作人 他专心以基督教文学 艺术和音乐创作作为他的使命 而现在是一个自由创作人 他与他的夫君唐锦腾教授 很感恩 能以兴趣作为照命 来服侍上帝 而他们亦相信 运用创意 来创作好的作品 是可以荣神亿人的 他们两个 这对夫妇 都是艺术家 有机会 也会介绍他先生的作品等等 艾远在其中 有一篇的访问 或者文章 访问 就叫做 《照出真灵魂》 那里 就有以下的 他自己的一些 看艺术方面的告白 我们看看 话说 有人访问他 那个访问他 就看到 復活浙江过去 但社会的阴霾 是九个不散 那 访问他的人 就看到 过去的八个月 超过 有二十位学生 自杀身亡 为人父母的 不免 都非常伤心欲绝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到人的生命枯干 迷失 以至面对冲击的时候 软弱无力 爱尔兰的剧作家 萧白纳 George Bernard Saul 曾经说 我们用玻璃照出我们的面孔 却用艺术作品 却用艺术作品来照出我们的灵魂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浸淫多时的艾丸 他关怀人的心灵世界 亦尝试以想象和创作 去牵引我们重寻生命的灵魂 虽然童年有艰苦的岁月 但艾丸自己这样说 他说仍然比起今天的小孩幸福 他认为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主义 连教育也要求即时效果和经济效益 更加说现在的青少年自杀问题 和这个很有关系 就是从幼儿班到中学 都已经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而老师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开会 填写报告 学生就要不停地应付功课和考核 为学业成绩疲于问命 即使是连大学的宗旨 也只是崇尚卓越 能够让人开阔是野的人文科学 早已经被边缘化 这些都造成了现代新闻仔 至少就生出扭曲的价值观 建立错误的自爱形象 我都很认同艾丸他这番话 因为我自己以前都是教书 都是一样经历刚才所说的事情 就是能够读到书的 都要学生不断地读书 读不成书的 其实关注他们的 或者学校设施各样东西 给他们的又有多少呢 现在很多都是疲于奔命 至少就喜欢画画的艾丸 他就顺应生命的感召 而非主流价值 人生去另外找自己的一条出路 他说他那时候家里很窮 没有其他的玩具 只有纸和笔 这种限制反而造就了 日后决定以艺术表达情感 14岁那年一场大病 他就要停学一年 突然有很多时间和自己相处 于是他就开始问很多问题 例如人是什么呢 人的生命背后由哪个掌控呢 或者 这个就是他给别人 更多时间和自己的灵魂说话 而最后艾丸入大学的时候 就不管父母的反对 而修读艺术 也很勇敢 一个弱质纤纤的女子 可以有这种坚毅 而艺术这条道路并不容易 毕业之后 他找不到和艺术有关工作 就不得已回到大学研究院 进修他中学的时候 已经很喜欢的中国文学 那些年间里很迷失 身边的人目标清晰 不是做医生的 就是做教师传道人 只是他的心 仍然觉得是漂泊无定 对于人生情感触觉 极其敏裔的艾丸 他就决定入神学院 去寻求生命之道 甚至毕业之后 他就做过传道人 但最后 他走上了创作人的职业 而是用音乐文学和艺术 创作来触摸每一个灵魂 而从他的从事音乐创作 已经转眼十几年了 而近几年出版的文学作品 有其中两本的文学绘本 分别是《行在地上》和《吸至亲者的十封信》 都先后获得基督教汤清文艺奖 和《基督教的金书掌》 有一句说话 他说 偉大的文学和艺术 不单是作者个人的世界观 更是关乎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 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越久 艾丸就越肯定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对于人正面的价值和影响 他在最近发表的文章 《基督徒人民素养反思》中提 他说 偉大的文学和艺术 不单是作者个人的世界观 亦是关乎整个人的生存处境 以自己的阅读经验为例 他说 法国的小说悲惨世界 有些是逆造孤星女 里面的主角 就是偷了教堂里面的银器逃走 但是主教为了救他而隐瞒真相 这种私因的行为 竟然改变了这个主角一生 而日后的命运 无论如何残酷 他都是选择行善 反而另一个 就好像正义化身的警察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些出片 你就知道哪个是警察 哪个是主角 他就在死前难打 去追捕这个主角 读者就很同情这个主角 是因为我们也有过 逼不得已而犯错的经验 而当我们得到了 不配得的恩惠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力量 去面对原本 没有办法克服的处境 现在社会走向科技 和商业发展 冷待了人民科学 这些学科 而艾远去洞识到 文学和艺术 对建立坚硬的生命力 和健康的世界观的重要 他就说 文学能够给人心灵的满足 喜欢文学 艺术和音乐的人 是有自己的世界 能够帮助 减压 当一个人心灵时时 都处在满足的状态 对物质的欲望 就会相应减少 而且 有更开阔的视野 去看人生 和逆境 而艺术 确是能够培养人的理解力 和联敏的心 我自己也认识艾远 她的确是一个这样的人 她在各方面的素质上 你也体验到她对文学的热情 也反映在她作品里面 接着她就再以悲惨世界为例 她说 我们读这个主角的事情 就是因为她偷着一块面包 被判入狱十九年 而得到一个主教的施恩 后来就成为一个良善的人 还帮助妓女 大家有看过的 你就知道是谁 还帮她养大她的女儿 但是那个警察 看自己为疑的警察 就窮追猛打她 一心要拘捕她 我们就透过想像 去感受他人的感受 去体谅人面对逆境 去批判不合理的权威 去辨别什么是真善美 所以她觉得 悲惨世界这个故事 对她的影响应该相当大 另外有一句说话 文学和艺术是超越功能性的 正是这种无用之用 就成为了她最珍贵的地方 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 都以经济挂税 所有事情都变得商品化 教育是这样 人际关系是这样 工作是这样 连教会也是这样 而艾院过去四年 曾经有四年 在神学院任教 基督教文学写作 和诗、歌、填词等的课程 最感动的是 有一年教完一课 有学员带着眼泪和她分享 说课程让她重拾信心 而这个信心之前 已经在教会被打沉了 可想而知 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经历 其实文化、艺术 对于一般的教会 其实不多人会欣赏 甚至可能有人认为 这些是跟圣经 或者跟我们的信仰 好像有少少偏离 所以这种看法 我都深受其害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下去 而文学和艺术 是超越功能性的 是无用的 但却是这种无用 就成为最珍贵的地方 它亦是可以改变人生命的 艾院认为信仰里 不能只强调救赎 忽是创造 如果我们按上帝的形象做 我们整个生命的体验 就不应该只限于灵魂的得救 亦都应该包括 我们作为被造物 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 以及我们生活 在其中的种种经验 简单来说 就是说 我们信仰 不只是信仰 而我们的生命 如何去实践信仰 是更加重要 很同意艾院认为 未必每个人都能从事文艺创作 但每个人都需要想象力 或者当一个人 即我自己看 都觉得 当你有想象力的时候 就算有些痛苦 或者有些事情 你会比较容易过 艾院特别提到 被受基督教内外欢迎的 两部经典魔幻文学作品 就是 鲁益斯的 《纳尼亚传奇》 和《托尔金的《魔戒》 这些作品对人性的刻画 非常深算 而引领读者 可以进入灵魂的深处 反省生命处境 而当中的影响力 是无可置疑 甚至说 有时透过音乐、文艺、文学、艺术 从不同的感官 会经验到我们的信仰 一定来得更活泼生动、立体和全面 如果大家想知道 《纳尼亚传奇》和《魔戒》 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youtube里面 都有介绍这两本著作和作者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查阅 另外有一句话说 人民的气质和素养 使我们在忙乱的生活中 得到平静和放松 亦有人民治疗的功能 艺院强调 唱诗歌是声音的艺术 可以让我们亲近上帝 文学是文字的艺术 绘画是视觉的艺术 这些都是通过不同的感官 来徒野性情 让我们在忙乱的生活中 得到平静和放松 亦有人民治疗的功能 有助建立健康正面的价值观 抗衡、主流思想 艺院甚至说 所谓人民素质 涉及一个人的视野 对人生和世情的理解 他说 他关乎信徒如何阅读世界 阅读信仰和自己的经历 人民素质 绝不是单单去博物馆 听诗歌 就可以得到 而是要经过长时间培养出来 而平时一些兴趣的培养 无论是唱歌、写作、圆艺、绘画、学乐器 这些都很难有即时性的果效 但这些事情是帮助我们 可以很安静、专注 而往往令到我们心灵满足 体会上帝伟大的创造 带来圣情和思想上的深化和提升 老师益曾经这么说 如何选择空间、时间的活动 具有重要的道德和灵性意义 即选择如何的生命 就要看你选择如何处理你的时间和空间 而其中的《行在地上》 刚才所说的 也有一些劏清基督教文艺奖 里面是关于新约39个人的故事 结合了艺术去创出一些很丰富意含的文学作品 里面有艾丸的画 也有艾丸的文字 希望大家加点想像 去看这些圣经人物 可能你另有一番体会 而这本书 即是得奖的作品 也让大家看看 这些人如何评价 其中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教授王子平 他说艾丸夜读旧约和新约 翻卷书业 彷彿触摸到耿古常身的媚弱历史默动 在新一轮的太平盛世 繁华荣等等的后面 洪水瘟疫 经兄弟相残的刀光剑影 正是隐隐闪厌 而艾丸为每一章节 就画了插画插图 单色粉彩在艾丸最得心应手的艺术表达 也借鉴他所喜爱的雕塑家 摩尔的变形手法 人物心灵的挣扎和信服 经由肢体面容的曲折呈现 这一幅幅插图表达了给文字更丰富的意韵 因而可以单独欣详的 即是画画都равiona 仍是值得欣赏的部分 另外他所读的神学院 中國神派研究院的 《圣经科教授王家良博士》 他就说,本书的特别地方在于当作者重读这39位人物的生平之后 他尝试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读者眼前 艾丸将他们生命的挣扎,对人对视的看法和和神的对话呈现出来 以至他能够有血有肉地重现在读者眼前 很高兴能够看到这类结合神学、文学和艺术的作品出现 黄家伦博士也是一个要求非常严谨认真的学者 这个评价相信也对作者艾丸有很大的鼓舞 另外,这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周俊博士就这么说 艾丸为圣经人物造像,以简约的人物姿态造型 呈现对不同人物性格和心理状态的把握 好像雕塑似于非古非金的时空背景 与文字并行,重构古人的身影 而书中文本和图像互通互正上得逆障 好像多声道的合奏 如从古人事迹出发,游走对视,观照现实,形思人世 《与今日生活对接》 艾丸这本书给我愿目静心的阅读体验 我也有看过这本书 我反而留意他的画作 也是精彩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买这本书来看看 另一本是他另一个作品 也得到第七届香港基督教金书奖 基督教文学大奖 这本书的内容叫做 《吸至亲者的十封信》 里面包含了艾丸老师寫给十段重要关系的信 里面表达了十封信的情感 也亲手绘画了十幅画作 每一幅都与文字配合相辉影 而画作是补足了文字的限制 而将只有图像能流露的真摯感情 为读者提供了另类的想像空间 同时文字也正好为画作提供了处境、背景 作为欣赏画作的想像基础 阅读这个书的时候 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去去如生 是出乎要料的生动 和我们过去所读的平面书是不同的 仿佛在阅读之间 深深呈现出文字的立体性 沐浴在这种深算的情感流露里面 或者是进行灵修物想 或者是作为休闲的读物 同时阅读画作和文字 也带给我们和纯粹阅读文字很不一样的阅读经验 简单来说 艾苑出书的作品 都是他自己画的画和自己写的文字 两双结合 互相补充 或者令到整件事相当抑挡 好了,讲了这么久 一定要看一下他所 其实我今次是讲他的诗歌 那就应该介绍一下他的诗歌 我选择这两首都特别的 第一首我选择了他的 《传道术节角》 是近年的作品 他就是因为 上了我们欣诗 杨石昌牧师的传道书之后 应该是由此而作的 这里的歌词 请大家停下YouTube 慢慢看 也可以上网听 这首是他近期的作品 我是很有... 好感 因为都跟过杨姨上传道书 所以心里面 都是很有... 共鸣 另外一首 就是写在 COVID-19 爆发不久 你会看到 艾苑的创作 有时会回应 时弊 有时会回应 一些节令 有时又回应 他自己观察 心情等等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 在广东诗歌里面 一个挺贴地的 创作人 大家不妨欣赏 其中一首 就叫做 《神哀在瘟疫万言时》 这首诗歌的创作挺有趣的 大家不妨上网听一听 接着 我们来看看 他有一个网页 你可以 上去 就能看到 他有些 他的分享 有各类的东西 你可以上去看 如果你想听他诗歌 他也有YouTube 你跟着搜寻 就可以听到他很多作品 还有我觉得《牙丸》很好 他所有的作品 他是很慷慨 大家可以随意任用 用来自己的灵修 或者用来大师 敬拜 他也是欢迎的 如果你想详细知道 他的情况 可以自己上网去看 有很多作品 十几年 都存了很多作品 希望你喜欢他的作品 也为《广东诗歌》作一个推介 《广东诗歌》作用 《广东诗歌》作用